大家好我是Penny 這兩個月的沉浸 已經讓我心情平復 已經好了很多很多 那不知道我發生什麼事情的人呢 我可以稍微在這邊講解一下 我跟張先生已經分開了 我們本來是訂婚的狀態 那什麼原因而分開呢 到現在來講也都不重要了 所以想要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從失戀中走出來的 還有一些小Penny 一定要做的事情跟不能做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要在這邊先呼籲大家 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想清楚 我們之前是訂婚的狀態 那你們還是可以看這邊這個影片 如果真的是想清楚的人 真的是決定要跟這個人在一起一輩子 決定要結婚 訂婚 要在一起要相處一輩子的人呢 這有個idea還不錯 這求婚其實打從心裡我真的蠻喜歡的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有這樣子的一個回憶 那不管現在結果是怎麼樣 我都覺得 感謝對方 也感謝現在 我們分開我一個人自己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一些正面的資訊 好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這兩個月來 我的日子是怎麼度過的 那有一些要做的事情 跟不能做的事情 都要跟大家講明白 好 失戀呢 是一件讓人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像失去親人啊 或者失去朋友啊 等等 那 我既然 我既然今天會這樣分享 那就代表是 我是被甩的那一個 嗯 好 不管原因是什麼 我都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管任何情況之下 你有再多的痛苦 都不能想不開 好 台灣的這個專線呢 如果你想不開 在這裡 好不好 我已經查到了 在這邊 或者是 一定要打電話 給朋友 家人 不管他的年紀 不管他是男生 是女生 不管他是不是長輩 對 老師 同事 各種人 老人 小孩 都 要 跟他們說你的近況 你一定要第一時間告訴他們 你如果真的想不開的話 請 嗯 一定要聯絡自己的親朋好友 你打電話給警察都可以 打電話給誰都可以 就是不能想不開 千萬不能做傻事 我從以前 就覺得為什麼這些 那些 失戀的人 或者是這些 失去什麼什麼 什麼東西啊 或者是 各種小事情 就可以去自殺的人 我覺得 何必呢 生活這麼美好 自己沒有發現 沒有去挖掘而已 但當時 我失戀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能夠理解 為什麼這些人 會有這些想法 說想不開 我要自殺 我要幹嘛的 我當下覺得 現在講講雞皮疙瘩了 真的 我當下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求助於其他的人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那其實我跟他分開的時候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是沒有 我是幾乎沒有告訴我 身邊的任何人 但是我有一天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覺得 我的心情沒有辦法 平復 那 我求助了我的好朋友 安吉拉 我有告訴他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每天都煩他 吃飯也煩他 睡覺也煩他 做任何事情 我只要有什麼一些很 瘋狂的想法 或者是 心情很不好啊 在哭泣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找我的朋友 那 我也有跟我的家人說 這些事情 真的 一定要跟你的 身邊的人聯絡 如果你真的有想不開的時候 千萬 千萬 不可以 自殺 真的 生活 呃 有太多美好的事情 因為過了這兩個月以來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有那些 想法的時候 真的覺得好蠢 我現在一個人過的生活 好快樂 我一個人可以 不用再擔心這個 不用擔心那個啊 然後 為自己做的事情 我現在手很漂亮 我再也不用做這麼多的家事了 感謝 所以呢 嗯 嗯 呃 要給大家一些 正面的 思 正面的想法 正面的思考 好 我現在要先跟大家來 break down 就是 我 跟大家先把我 這幾個禮拜 怎麼發 就是 第一個禮拜做了什麼事情 我要 就每個禮拜都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些呢 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第一個禮拜 我幾乎沒有吃 沒有喝 沒有睡 上班 沒辦法上班 就是一定要 意志力非常非常堅強的在上班 我要 頭腦還是要非常清楚的處理很多事情 那 在沒有吃東西的情況之下 我其實是 呃 很餓很餓 可是我只要一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吃不下 但是呢 一定要告訴自己 第一個 在吃店的時候 這一兩個禮拜 是非常正常會發生這件事情的 可是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定要吃東西 你就算再不餓 你就算再不想吃東西 要逼自己吃東西 也要逼自己喝水 逼自己睡覺 睡覺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本 對我來說 我就是 本來就很容易 沒辦法睡好的人 我是非常淺眠的人 所以 睡眠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 好 我不睡覺無所謂 好 我就是撐著我就是喝咖啡 上班我就是喝咖啡 然後 我已經累到 我一個哈欠都沒有打 我一整天上班下來 我就是 沒有打哈欠 我好累我好想睡覺 可是 一回到家 我就是沒辦法 還是沒辦法睡覺 好 我就求助於朋友 我就搬到我朋友家 那 我也吃了 那個 退黑激素 我還吃 一些東西 好 那些東西是什麼 就不健康 不跟大家說 那 真的是過得很痛苦 第一個禮拜就是 沒有吃 沒有喝 沒有睡 第二個禮拜開始 慢慢有點吃東西 開始有一點睡 可是還是 非常非常的少 第三個禮拜 我開始 呃 吃了東西 但是我吃的東西都是甜甜圈 全部都是甜食 我只要吃到鹹的東西 我就不想吃 導致我就覺得 有點不健康 那有一點像是 第三個禮拜呢 的結尾的時候 發生一些事情 對我來說是 二度重傷 到第四個禮拜 我就回到 第一個禮拜的狀態 就是我沒有辦法吃 沒有辦法喝 那 我要感謝我身邊的 好朋友 還有我的家人 給我的鼓勵 在我第四個禮拜的時候 呃 我幾乎 雖然是 只吃甜食 沒有錯 可是我逼自己 吃了很多鹹的東西 因為我的身體 有一些 奇怪的症狀 所以我就覺得 不行 我一定要逼自己吃鹹的東西 那第二個禮拜呢 幾乎就是 呃 一樣像是 僵食 就是 沒辦法 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求助了 我的朋友 我去他們家 就搬出 前男友的家 我就搬到 暫時 住在 我朋友家 因為我其實已經找到房子了 第一個禮拜 我就找到房子 可是我還沒有辦法 馬上搬家 所以我就會住在 我朋友家 那 一定要 第一 第一個要呼籲大家的就是 不能自殺 第二個就是 一定要逼自己吃東西 第三個呢 就是 不可以自己一個人做所有的事情 你就算好 你去聯絡你 沒有朋友沒關係 你就 一定要去找 親人 或是找任何 一個人陪你做事情 他沒有辦法陪你做 沒有關係 可是你一定呢 要打電話給他 煩他 你就是煩他 煩到他 就是 你自己的爽 你自己心情好了為止之後 你再去停止煩他 對就是一個 一個循環 好 你的整個人的心態會變得很不一樣 你的重心會變得很不一樣 這都是很正常的 沒有關係 但我想要跟大家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緒 發洩出來 也不可以憋著 就像我 因為自己要上班 所以我下班之後 我憋了好久 我就躲在車上一直哭 哭 哭完 就整個情緒發洩完 就覺得好爽 爽之外呢 你就會覺得 到底在哭什麼 覺得自己很蠢 就這樣子過了一個禮拜 我就哭完之後就覺得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好哭的 就是 好 就是失戀而已嘛 就再找一個就好了 一定會有一個更好的 對不對 那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好哭的 因為 我當時做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哭 吃飯也哭 睡覺也哭 洗澡也哭 去逼自己去健身 去運動的時候 聽音樂也哭 看著狗也哭 呃 發呆也哭 上班也偷哭 反正就是什麼事情 看文章也可以哭 聽音樂啊 就看影片啊 看到別人怎樣啊 看到別人就是 哦 我看了一個節目叫 Fixer Offer 在這邊 他就是一個幫人家重建 就是幫人家買 呃 買房子 然後他可以重建那個房子 然後就是幾乎都是福氣 我就覺得 哦 我也好想要一個自己的房子 跟另外一份怎樣 然後就開始又哭 就一直就是 什麼事情都可以哭 剪個支架也可以哭 真的就是 想到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就是哭完沒關係 就是哭 哭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好超多 你就覺得哭屁啊 就 就覺得自己很蠢 就沒什麼好哭的 那因為我剛剛說 提到一個惡度重傷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真的不會再為這個人哭泣了 好 哭了就覺得 太傻了 為什麼我要去為一個 這樣子的人去哭泣 好 所以 嗯 當時我就告訴自己 我要讓自己更好 意志力要非常非常的堅強 那邊就有一張紙 就是我寫的 就是很多草稿 我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 有 寫下 心情好多的時候 我就寫下自己的這些心情 要 我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 呃 第一點就是我剛剛說的 不要把自己的 情緒壓著 就一定要釋放出來 你才會好 然後第二個 就睡不著沒有關係 我的方式呢 是怎麼樣 就是 我 睡前 喝一杯小酒 然後 吃 退黑激素 不要吃安眠藥 我就吃了退黑激素 讓我整個人狀態比較好 然後我也有吃 家裡的人給的 叫做 開心的 什麼藥 我也不曉得 反正就是個中藥 那就真的是 當時就好很多 那到了第四個第五個禮拜的時候 整個人狀態就好了 可是還是 呃 怎麼講 就是 欸應該是第三個第四個禮拜 我覺得其實已經好很多 只是 我還是沒有辦法睡好 所以我就開始喝酒 我就每天晚上都喝啤酒 我每天晚上就大概喝三四瓶啤酒 所以我就睡好好喔 上班狀態也很好 然後就整個人就覺得 哇 好像是新的生活 我就覺得 喔真的好不值得 就是讓我 前一兩個禮拜 這樣子去度過 我就覺得 對自己很 非常抱歉 後來就開始 就是 一開始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 就非常爆瘦 我已經很瘦了 但是 爆瘦到我就剩下骨頭 我一直都沒有在照鏡子 真的那幾個禮拜 我就上班就是非常的邋遢 然後 我也不怎麼化妝 後來有一天就真的 在我朋友家 有一天就照鏡子 就看到 我的臉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 狀態非常不好 我就告訴自己 不行 不行再這樣 我是要面對客人的 我是要面對病人的 我怎麼可以 這樣子去做事情 就覺得自己非常不專業 後來從那一開始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要開始打理好我自己 我不要再 我不用再省錢了 我可以要 我可以花這些錢 來製妝我自己 讓自己更好 那以前的生活是怎麼樣 我就不方便跟大家 再多說 為什麼我說我要 自裝自情 就是我要讓自己更好 好 那 第三個就是 剛剛說過 要逼自己吃東西 第四個呢 就是要 一定要找人聊天 你 千萬不要自己一個人 永遠做什麼事情 都不要自己一個人 因為你 當下的心情 跟你整個人的狀態 會很不好 你會覺得 為什麼是一個人啊 為什麼以前都跟人家 跟他一起吃飯啊 或什麼的 那你如果沒有人 你的朋友沒有辦法陪伴你的時候 沒有關係 你打電話給他們 或是打電話給你以前很不熟的人 去煩他們都無所謂 就是煩死他們就對了 就是 我覺得朋友就是這樣子 就是在你最失落啊 或是你在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們可以陪伴你的時候 這才叫做朋友 好 那 第五個 就是 要控制自己 非常好的意識力 不可以找對方 不可以找你的前男友 不可以去找他 不可以去說 我很想你啊 我很 我需要你 這種話 不可以 你不可以再有跟他 任何 就是 不必要的聯繫 除非是說 真的有什麼事情 是 一定要他處理的 你再去找他 好 好 再下一個呢 就是 找自己 開心的事情去做 好這件事情聽起來 非常非常的蠢 就是 在我失戀的時候 就很多人就說 像安吉亞就是說 你找一些你自己會 嗯 開心的事情去做啊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我整個人就是 就是 就是一團糟 我說 怎麼會有可能開心的事情 就是 就是那種 安慰人的話 你就會覺得 就是你就只能叹氣 就覺得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我 開心的 當下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 我 好 我盡量找找看 好 那當時我真的是 求助了很多朋友 就是 有些人就一直被我煩啊 然後煩到就是 我自己也覺得 很不好意思 那 我真的有求助到 一個 朋友 然後 還有家人 那因為我本身是基督徒 所以我就覺得 我找到開心的事情 就是 我可能要回教會 我可能要去聚會啊 或是我禱告啊 或是什麼 就是各種可以幫助我的 開心的事情 我有一天就 真的覺得 我應該要為自己開心 我不是要再去為別人而開心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當下這個想法 讓我非常的高興 我整個人就很活躍 就是覺得 對什麼 對所有的事情 我都好期待 我期待了 換一些新的衣服啊 買一些新的東西啊 換手機啊 換車子啊 就是有新的地方 舊的朋友 新的朋友 就讓我非常的高興 這件事情 讓我非常的期待 我就覺得 我找到我開心的事情了 我不用再為這個人去 難過 去傷心 所以我其實 好的非常快 對 那再下一個呢 就是 就是 不算 像我剛剛講的 沒有人可以陪你的時候 沒有關係 連電話都沒辦法打的時候 你就出去走走 像在台灣啊 亞洲地區啊 你出去都有人 去捷運這樣坐著也好 就有人在那邊 至少你做傻事的時候 別人可以拉住你 但在美國 街上都沒有人 我在我坐的地方 街上都不會有人 你就只有 偶爾會有人在外面跑步 你就是 都是自己一個人 所以 我就覺得很困難 所以我就會 就可能會去 到 百貨公司走走啊 就這麼多人的地方 就是室內的地方 就是去 去走走 會去找朋友 所以真的是不要自己一個人 就一定要 沒有人陪你沒有關係 你就出去到 有很多人的地方 都不認識的人都沒關係 你可能去個咖啡館啊 去找那些人聊聊天啊 找服務生聊天啊 去Bar啊 去 不要喝爛醉就好了 就是不要 不要過度喝爛 就是 去個地方 可以跟人聊天的 都可以 你會去找警察聊天啊 去 去跟管理員聊天啊 就找誰都可以 或者就是 就待在外面 如果沒有人的話 真的就待在外面 不要做傻事 接下來就是 當你冷靜下來 整個人狀態比較好的時候 你就要告訴自己 你新的人生的方向是什麼 然後給自己一個 未來的新想法 讓自己冷靜 去思考自己想要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也不要急著就是 啊我現在心情不好 我就要趕快找個 找個對象啊 去交往啊 去幹嘛去幹嘛的 千萬不要這樣子 你一定要先想好 竟然有一個 像我的情況是已經有一個 六年半的感情 我是怎麼樣子去 走出來的 就是對我來說已經是非常困難的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緒去想好 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不能再浪費一個六年 另外一個六年半 然後再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才發現 喔其實我原來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就很浪費很浪費時間 那真的靜下來的時候 就想想自己想要做什麼 跟你不想要的是什麼 你人生在也不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東西 現在我呢 我的人生狀態就是 我不要再為別人做事了 我要為自己做事 我會讓自己更好 我要找一個 對我好的人 真的是 真的要對我好的人 我不要再去 一直去付出 這些 沒有回報的事情 太浪費我的 精力跟時間了 我為什麼一個 像我是女生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一個好好的女生 要被你這樣糟蹋 我明明可以過得更好 我有這樣子的能力 我為什麼要 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對 那當下的心情就是這樣 就是我的狀況 跟大家分享 那 給自己新的生活的規劃跟目標 你就可以寫下來啊 今天你想要做什麼事情啊 或者是你未來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你都要把它規劃好 規劃好自己想要未來想要做的事情 你未來的人選 你的對象 是想要是怎麼樣子的人 然後寫說你想要怎樣的人 跟你再不能夠交往的人的個性 或者是 行為啊 像是 我絕對不找自私的人 我絕對不能再找 只為自己想的人 或者是我 不要再找 頭很大 或是什麼 就是不能再去寫 反正就是寫下來說 像我現在想要的就是 我要一個真正真心對我好 會對我好的人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會讓我開心的 外表這些什麼都不重要 金錢不重要 我就是覺得兩個人相處在一起 就是開心很重要 就是真的要適合對方 然後個性也要好 不會是說 這個今天這個男生一下 跟這個女生怎樣啊 一下又跟這個女生幹嘛啊 或者是說 他就是 不在乎你 他要在乎的時候 他就在乎一些 莫名其妙的小事情 那你就會覺得 就是 Yeah WTF 好 這樣講有點不太好 OK就是寫下來 那 嗯 我 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到了最後這 這兩個禮拜 我真的是好得非常非常多 那因為有一個神秘人物呢 他 對我非常非常的好 那今天就是先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他對我很好 然後 我也非常珍惜 也非常感謝這段時間 就是這些朋友 跟家人的陪伴 我真的 很謝謝他們的支持 就 就是 以前 因為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所以我失去了很多朋友 那這些朋友呢 現在都回來了 就是 很支持我 我真的 要在這邊先 感謝大家 我是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真心 沒有你們 我不會 好得這麼快 對 就很謝謝大家 你們知道是誰啦 就不用一個名 一個名字講 我要講到明年去了 好啦 最後就是要跟大家講 一定要喜歡自己的新的生活 你不能不喜歡 你要接受自己的新生活 接受事實 接受你們就是分開的事實 那 像現在我就覺得很好啊 我有一個新的地方住 我有一個新的生活 新的朋友 舊的朋友 也都回來了 那 新的自己 新的樣子 新的說話方式 什麼東西都是新的 我就覺得 好開心 真的是打從心裡的覺得 非常的自在 從來從來沒有過 這麼開心過 真的 嗯 再來就是 不要忘記自己 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你不要覺得 我就是喜歡這個人 可是 你就不會去想說 他是怎樣子的人 他會不會對你啊 適不適合 就是先 先交往看看 先了解 先從朋友開始做起 對 這是我自己的 個人的想法 最後一個 小PayPal 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逼自己放手 你要逼自己去忘記 我能夠 接受現在的生活 我其實說實在 我一個月 一個月內我就好了很多 因為當下 我就覺得 我好像需要半年的時間去 就是去 把心裡的傷養好 當當時我覺得好絕望 我覺得 為什麼我要花 這麼這麼久的時間去 讓自己的心情轉變 然後讓自己 接受新的生活 當下真的非常非常的絕望 可是我一直逼自己 意志力要堅強 當你這些事情都過了之後 就會覺得 太棒了 因為這兩個月發生太多事情了 什麼事情都不順 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來 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 自己要堅強要去處理的時候 你過了這個關 你越過那個坎 就沒事了 相信自己 今天真的要呼籲大家 就是要 失戀 或是失去什麼東西 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 人生只有一次 對自己好 先學會照顧好自己 對自己好 再學會去怎麼照顧別人 我呢 從以前的做法就是 反過來 我要 我都是對別人 先對別人好 我再對自己好 我覺得 你今天 你今天不好 我就會很不高興 我如果自己不好 我不會為自己不高興 我會覺得 無所謂隨便 我覺得我很好 我覺得沒事 我不需要這些東西 但是當你 現在去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真的對自己太糟糕了 我一個這樣子的女生 為什麼要跟你糟蹋 就像剛剛講過的 所以 真的要學會先愛自己 過了這些 過了這個關卡 你就會越來越好 雖然說現在 還是有很多事情不順利 可是我知道 我的能力在哪裡 我知道 我有自信 我去跨過這個關卡 千萬不要對自己放棄 千萬不要說 唉唷 我覺得我不行啊 我怎樣 我就開始喝酒啊 酗酒啊 去 去夜店啊 去找新的人啊 什麼什麼 不可以這樣 就一定要逼自己 對自己殘忍 把自己 狀態弄好 沒有錢 沒有關係 你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可能 換一個髮型啊 換一個 生活環境啊 換 就是什麼東西都換掉 跟前任有關的都 都換掉 所以很多東西 就是 非常非常的 就是 心 對我來說就是 我非常非常的滿足 我也非常的滿意 好 好 那在 結束的時候 我還是要先看一下 我有沒有把我要講的話 跟大家說完 呃 好 在這邊呢 我要先感謝他 放開我 呃 讓我受傷過 讓我現在有個新的生活 我很喜歡 對 呃 不要對他 有 即使分開 我會想跟大家講說 即使 分開是分得不好 或是怎麼樣的 都不要說去 喔 恨他 即使他真的做了什麼事情 就要不要恨他 反正你恨他幹嘛 恨他 對自己也不會有好處 你就是要先感謝他 OK 好 即使你就不是真的很真心感謝他 OK 無所謂 呃 我感謝他就是 我們這幾年就算是 青春期的那種 嗯 青春期的 小情小愛 這樣說好了 很多事情都沒有去想清楚 然後才去做決定 所以 當下就會覺得 我就是要他 我就是要這個人 我就是要他跟我過一輩子 但是 為什麼 我沒有去想過 我沒有去 真的去 清楚的想說 我為什麼要跟這個人過 我只覺得我喜歡他 我願意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 你去 認真想一想之後 就會覺得說 沒有必要 為什麼 對 為什麼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讓自己不高興 那即使當下 不覺得自己不高興啦 也是這樣子 對 那不要 對太 不要 自己有 不要 不要對自己有太多 負面的想法 對自己要有自信 你就可以占這一切 加油 如果 在看這影片的人有 嗯 剛失戀啊 或是什麼的 就千萬 千萬要加油 要對自己有自信 你有信心 你一定可以跨過這個坎 跨過去的人 就是新的人生 真的 我真的是 過了這兩個月之後 就真的覺得 我真的是有個新的人生 我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 對 然後我還是要在這邊 再次感謝大家 有對我有支持的人 對我 說加油啊 呃 享受新生活啊 這種 就是各種對我支持的話 我真的很感謝你們 即使是認識或是不認識的人 我真的 沒有你們 我 沒有辦法度過 那最艱難的一個月 我好得很快 對 那 下一個影片呢 我要來介紹我的新家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 我的新家 因為剛搬家 很多事情都還沒有 處理好 然後還沒佈置好 沒整理好 但是現在已經整理好 只是我想要 嗯 我的想法還沒有 完全想說 我要怎麼樣去拍攝這些東西 所以 呃 再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 謝謝大家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在這裡 這裡 OK 好 最後 再跟大家講一次 即使發生什麼事情 都不要想不開 想不開 很正常 但是你真的要去做這些傻事 要自殺的時候 請你先聯絡 你的親朋好友 不管是認識不認識的人 因為 如果接到電話 當下 就是我要自殺的時候 聽到這種東西 大家一定會說 不行不行 你在哪裡 一定會 跟你講一些意見 然後即使你的朋友 可能覺得你在開玩笑 無所謂 你就跟他講說 約出來吃飯 你自己主動一點 不要太被動 對 那 不要忍著自己的情緒 哭出來 你就會好 我現在講話太激動 講到沒聲音了 好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禮拜見 掰掰